各位觀眾早晨 歡迎收看星期日早上的天氣報告 我是楊威龍 先一齊看看外面的氣溫 可以見到今早7時多 很多地區的氣溫 就介乎在22至23度之間 今早在維港看出去 見到天上都多了一些雲 大範圍衛星密圖也見到 廣東地區亦被一層的雲層覆蓋住 原來一度冷風在今早是橫過廣東沿岸 與它相關的東北季後風 亦在今早早為廣東內陸地區 帶來明顯比較涼的天氣 我們預計香港今天 北風都會逐漸增強 到今晚和明早的時候 天氣亦都會明顯地轉涼 所以大家要注意天氣的變化 今天的詳細天氣預測是這樣的 預計會是大致多雲 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 氣溫徘徊在24度左右 吹和緩的偏北風 風勢是逐漸增強的 到今晚天氣會顯著地轉涼 氣溫會逐漸降到最低大概是19度 我們展望 在明早早的時候 天氣仍然是較為涼一點 而到今個星期的中期的時候 會是短暫時間有陽光 氣溫亦都會回升一些 今次的天氣就講到這裡 再見